九岁那年 吕俊悦跟着父母登陆上海 2016年 吕俊悦考入厦门大学 开启了在厦门的学习生活 由于家里经商的缘故 吕俊悦对创业展现出极大热情 读大二时 他就开始筹划自己的创业项目 比较深可能就是这一张吧 这张比如说上面的话是 几个里面有个比较特别爱猫的 他们亲自设计自己画出来一个标志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李俊悦听到朋友抱怨说 开在下大附近猫街的咖啡店没有生意 当时他灵气一动 结合猫街主题特色 建议朋友引进大众喜爱的猫品种 成功把咖啡店转型为猫咖 其实当初进猫街是因为猫街 那时候是有个村猫一个博物馆 所以那时候猫街进大学之后 那边就挺有名的 可是只能你去猫街的时候 发现其实没什么猫 那当时有朋友在那边 有开了一个咖啡馆 就发现是没什么特色 想说怎么样去为这个咖啡馆找出路 所以那时候就是想到 就是迎合猫街这个主题去做猫咖 依靠李俊悦的经典子 厦门最早一批猫咪咖啡馆 在下道附近的街区 实现华丽转变 猫咖的人气火爆 让咖啡店扭亏为盈 边喝咖啡边撸猫这种新颖的消费模式 吸引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 此后李俊悦还尝试着在沙坡卫开手作店 在中山路开饰品店 虽然利润不高 但也算绝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创业期间 李俊悦还收获了爱情 她的大学同学 金静门是位大连姑娘 两人同样喜欢厦门 一有时间就会约上对方 到厦门的各个景点打卡 一来二去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因为她之前没有来过厦门 那时候就带着她到处去逛厦门的各处景点 吃地方的特色美食 后面发现两人在性格爱好各方面都挺合适的 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大学毕业后 李俊悦选择留在厦门发展 台青基地给她提供了很多帮助 李俊悦申请到了每月2000元的租房补贴 为她扎根厦门奠定基础 如果一个大学生刚出社会的话 其实你的生活压力板大着 对 像比如说基地会协助你 比如说去做一些就业补贴 做完补贴的申请 那比如说我自己毕业后之后 我在外面住房子是3000块 那其实2000块其实对我来说 钱上满多算大头了 在李俊悦看来台青基地开展的一系列政策解读 交流创业就业培训活动等 能很好地帮助首来族 走好走稳融入发展的第一步 你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你不要把自己公立起来 就是勇于尝试嘛 多看多交流 其实蛮好的 今年李俊悦通过招聘考试 进入厦门市第十中学 成为一名教师 他说厦门是他的福地 在这里他的梦想在一步步地实现 相信未来也会越来越好